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指数分布的 这个MGF Lambda大于零 是吧 然后我们知道小F是LambdaE的负LambdaX 这个方形 MXT我们的举生成函数是什么呢 EETX 对吧 那对于连续随间面来说 我们就要积分 从负无穷到无穷的 我们要把E的TX 然后F小X这个东西进行积分 对吧 但是注意到 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小F有取值 是在X是正数的时候才有取值 也就是说是 如果是从负无穷到零这一段的话 小F一直是零 那么那一段就不用看了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 从零到无穷的积分 E的TX 然后把这个性质往里带 LambdaE的负LambdaX 对吧 然后再计算这个积分的话 就不太费劲 Lambda提出来 Lambda零到无穷 然后这个里面是E的多少次方 好像应该是T减去LambdaX Lambda次方对不对 T减去Lambda次方乘以X 然后这样玩 DX 所以这个要再积分的话 就比较简单了 Lambda 然后乘以一个谁 T减去Lambda分之 E的E的T减去LambdaX 从零算到无穷 如果说把无穷往里带的话 得谁 把无穷往里带的话 是不是会得E的无穷次方 E的无穷次方 它不就飙到无穷去了吗 也就是说E的无穷次方的话 那这个玩意儿就应该是 叫做什么 不收敛的 它Diverge 对吧 它是发散的 那么这个玩意儿 好像举生成函数就定义不了了 其实不然 是吧 一种什么情况下就可以 如果说T减去Lambda是个负值 那不就可以了 T减Lambda是负值的话 那这样把无穷往里带的话 就是得到E的负无穷次方 那这个是趋向于零的 这个是OK的 对吧 所以此时要继续往下算的话 我们就得要求什么呀 我们是不是就得要求说 这个Lambda必须得比T来的大呢 也就是说T减去Lambda是个负值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不妨把它写成什么呀 Lambda比上一个Lambda减去T 是吧 本身这里有一个负号 然后但是怎么样 从零算到无穷的时候 把无穷往里带得零 没了 零往里带的时候得E 但是应该是放在积分下线上 是减去E 然后跟这个负号抵掉了 所以就变成了加上E 是吧 所以就变成了这样 那么最终算出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 在我们发现T比这个Lambda来的小的时候 我们这MX它是收敛的 据生成函数是收敛的 那此时OK 好的 那么继续往下算的话 我们要计算期望和方差 大家自然是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计算呢 求导把零往里带 对吧 可以 这个东西也并不是很复杂 但是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通过那个泰勒展开的方式来求 所以我们再来 直接想把这个MXT 它的这个表达式 也就是说是我们此时这个Lambda比上Lambda减去T 我想把它写成 对于T的泰勒展开的形式 对吧 怎么写呀 MXT等于这个E比上E减去T比上Lambda 这个大家同意吗 是吧 而我们知道一个非常 我们我们所非常熟悉的一种这个密集数的形式是什么呀 Geometric Sequence 等比数列嘛 对不对 无穷递缩等比数列 比方说A0加上A0就A吧 A加上AQ加上AQ方加上AQ三次方 一直往后加 如果说Q小于0的话 这整体算出来 它会是一个有限值的呀 这个有限值是多少啊 这个有限值是1减去Q分之A 是吧 1减去Q分之A 所以有这个性质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把这里也看成了是这个玩意儿呢 1减去T比上Lambda分之1 那是不是可以看成一个首相是1 然后公比是T比上Lambda的等比数列的求和呢 所以就是说这个玩意儿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写成叫做Sigma 我们先把它写成这个一项一项的形式吧 第一项呢叫做1对吧 首相嘛 首相应该是这个分子上这一项 然后公比是谁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Q是谁 T减去Lambda 对吧 T减去Lambda 所以是T比上N T比上Lambda T比上Lambda 加上T比上Lambda的方 一种往后加 是吧 确实T减去Lambda是一个小于 什么小于两个 不好意思 小于1 是吧 而且严格来说是绝对只是小于1 绝对只是小于1 也就是说 它得是无穷递缩等比数列 它不能是标向无穷的这个等比数列 明白这一字吧 这个微积分里面 大家应该都学过 1加上T减Lambda 加上T减Lambda方一种往后加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具体来说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展开的形式 N从0开始 一直到无穷的T的N次方 比上Lambda的N次方 是吧 得出什么结论 T的N次方的系数 在我们的这个展开式里面是有的呀 我们再回去看一眼 一开始跟大家讲这个MGF的时候 说了什么 我们说呀 说把MX直接对T展开 T的N次方的系数 是EXN次方比上N的阶层 是吧 TN次方系数是谁 LambdaN次方分之一 LambdaN次方分之一就应该是 EXN比上N的阶层 所以此时得出结论 叫做E比上Lambda的N次方 这个是我们的T的N次方的系数 它应该等于EXN次方比上N的阶层 所以此时得出EXN次方等于谁呀 等于N的阶层比上LambdaN N次方嘛 所以此时不仅仅是EX跟EX次方 我们直接EXN次方的通向 我们都把它找出来了 是吧 所以很显然 如果说把N等于E往里带的话 我们会得到EX应该等于Lambda分之一 2往里带的话会得到什么 然后很轻易的能够计算方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